这首歌 歌伴上好你 长者们一起欢唱卡拉OK 中山老人住宅 不定期举办活动 提供给高年级生 81岁的游阿姨 原本与家人一起住 但孩子忙于工作 老伴过世 现在与其他高龄者同住 比较有伴 我搬进来没多久 我大家都认识 我比较爱讲话 大家都是朋友 住在一楼好像一个家 让长辈有家的感觉 台湾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独居长者越来越多 社区型的老人住宅 成为长辈第二个家 彼此相互照顾 即便独老也不孤老 其实孤独对人类的生理 或是心理健康 多少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现在有不少的独居长辈 会选择入住老人住宅 因为比较有伴 而且能受到照顾 那其实长辈他会希望从社区 从他们自己家里面 搬到像我们的老人住宅 或者是老人公寓 那都是希望说 他们可以透过搬进来之后 有更多同年龄的长辈 他们可以来做互动 可以来这边交交朋友 或者是他们可以在这边 结交到一些 有共同嗜好的伙伴 他们可以一起去踏勤 一起去采购 另一位79岁的李阿姨 丈夫过世20年 长期独居 认为住老人住宅 比起一个人住家里更安全 尽管孩子没在身边 但他也很懂得安排自我生活 学习应对空潮旗 社交活动这里有运动 唱歌 也有打麻将尖 什么都有 大家互相像姐妹一样 互相有事就互相照顾 住进来之后 他们同年龄的长辈多 他们的共同语言就多 所以他们其实在面对 可能自己在房间孤独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有人可以诉说的 当人们年长社交圈变小 孤独感势必增加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调查 发现六都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有24.1%的人有孤寂感 更超过五成的长辈 几个月来只有一次 甚至连半次都没有与其他亲友聚会 长期社会孤立 更需要社会重视 疫情期间两年 调查将近几千人的长辈里面 就发现他们将近有五成 连续两年都这样 三个月连一次跟外人 跟家人打电话的 不要讲介面 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 是代表他可能都完全没有 跟人家有互动 如果要去降低他的孤独感 第一个要先打造他的安全独居的环境 排解他大概会产生孤独感的关系 很多都是跟社会没有连结 没有朋友没有家属 那我们建议他要跟他的邻居 或同学可以建构新的 新的好朋友的连结 那这样他就可以降低他的孤独感 而孤独感也与忧郁症高度相关 根据卫福部统计 我国65岁以上亲生死亡人数 2011年是807人 但到了2022年 判升到1183人 另外服用抗忧郁药物的长者 也从2012年的27万人 增加到2021年48万人 精神科医师指出 长期感到孤独的长者 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出现 失智症 高血压及心脏等疾病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孤独的时候 当你的精神状态不好 你的失智症的风险就增加 你的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的生理疾病 都会循环恶劣的循环变得高 因为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可体松的东西 可体松是一种不好的压力荷尔蒙 它会干扰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血压 然后脑袋的功能 血糖等等的问题 就变成一个身体不舒服 心理也不舒服 然后环境也跟它互动不好 的一个恶性循环 面对超高龄时代来临 独居长者与社区的连结更显重要 社区中的长辈彼此照应 也将成为常态 TVBS新闻 张志明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